格斯达沙伦纳号邮轮 21号从基隆港出发前往日本冲绳 但是因为同样受到凯米台风的影响 他们行程是三度遭到更改 最后旅游天数还缩水 从5天变成了4天 除了提前一天返回台湾之外 原本应该是要停靠基隆港的 但是最后却是改停靠高雄港 让旅客来下船 让不少旅客不满 全已受损拒绝下船 旅客们情绪激动高喊口号 要求退费 不满邮轮明知道有台风过境 却是硬要出发 导致行程一改再改 原定21号到25号五天四夜的行程 原本会停日本十元岛 后来业者以安全为由 第一次改行程 表示将改停哪怕公共岛 21号报到当天还要求旅客 先跟改行程同意书 22号早上又改了第二次的行程 原本要在冲绳过夜 改停八个小时 公共岛也直接取消 23号又改了第三次的行程 原定25号八点要回到基隆港 变成提前一天停靠高雄港 由船公司安排游览车 接驳旅客到指定的地点 然后原本冲绳说要过夜 也没有过夜 但我们还有一部分的人还在船上 他们还是想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人有旅客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 拒绝下船在甲板上高喊抗议的口号 业者提出补偿方案 每个人100美元船上 骚费金并退回一日团费 约两成的旅费 部分旅客妥协下船 冒雨赶着去搭船公司 安排的游览车 我宁愿说延期也不要说 那个行程这样 在船上又一直跟我们讲说 以我们的安全为考量 所以更改行程 更改航程 更改天数 高雄的消防官也斗场关切 邮轮上总共有3000多名的旅客 仍有部分对船公司的补偿 尚未达成共事 心情已经够不好了 在旅游中心又发生 由旅客误触警铃 导致铁门拉萨 游客群起在大厅不知所措 原本开心的豪华游轮之旅 过程却一搏三折 好心情都没了 接着我孟廷登明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